那已经很照顾饮食 但是为什么不会下降下来 就是坏的胆固醇 还不会下降下来 其实呢我们很大一个部分 我们的一个胆固醇 是由我的肝分泌出来的 所以你的肝分泌了 差不多70%的一个坏的胆固醇 剩下30% 那是由你吃进去 你的身体里面的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也要照顾你的肝 所以的话呢 你多喝一点水分 但是并不表示着说饮食只有30% 我就不用照顾我的饮食了 不是的 你还是要控制你的饮食 那呢 你如果说单纯的控制饮食 它还是不够的 你还要怎么样呢 你要多吃一点植物性质的东西 因为植物的性质 肝比较好 肉类还是需要 要少吃一点点 那么你的肝负担 就不会那么的严重 再来另外一点 控制你的体重 不是只有单纯的饮食而已 你要控制你的体重 你如果吃下去的 很多的油脂的 尤其是饱和腺的一个脂肪 它更容易让你的胆固醇上升 它要比你直接吃胆固醇 还要更容易让你的胆固醇上升 再来你要做运动 运动的话 才能够下降你坏的一个胆固醇 OK OK